聯合報是個大的報紙 我相信他的民調是有可信的 台獨再怎麼樣也是二十四趴 然後我再回到國民黨的基本的黨策 我的建議你聽聽看 以臺北市為例 因為今天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發生 就玉務民跟吳敦韻的衝突 因為新黨六區議員 每區都要推人不管上不上 他是來對付老K 可是我認為要化解 為什麼你看 臺獨民進黨的基本盤 是不是二十四趴 獨立 可是我們泛藍的基本盤 應該是四十九加二十吧 六十九對不對 我講基本盤 就一個黨一定要發展是極大化 舉例說像內湖南港 我們有四席 新黨李亮一席 五席就極大化 我不要講到那麼細 總之把我們所有的選舉 一個席次的臺北市長 跟議員的席次極大化 這是公職人員選舉 可是回到意識形態 我認為統一也該是國民黨一個選項 就國民黨很清楚 幾句話講清楚 一 我適時反對臺獨 就吳敦韻的宣示 第二 我們的主流是維持現狀 可是我們有二十趴的統一的票 我們不可能不要 因為你不要統一的話 你選什麼都輸 你統一跑 我這個邏輯 就應該回到泛蘭的大家族 回來 你是從現實上選戰的立意 我從現實跟該應該的意識形態 就是絕對說你讓周朗康回國民黨 我大膽的假設回來 李勝峰回來 那當然他們跟洪秀柱很好 然後你讓他也有一個刺激團體 在黨內是談統一的 然後你的你的黨章 你可以談你談維持現狀 談九二共識 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國民黨不能再切香腸 你不要統一這塊 你選一百次輸一百次 因為二十趴太大 所以我讀懂你的意思 你意思是吳敦韻 其實現在就是不要統一的 我不敢這樣說 我 我 他的所言所行就是啊 對 他建議他要多下一句話 我四次反對臺獨 我們現在的黨綱叫做維持現狀 可是統一也說 我們國民黨的選項 這樣 加這句話就可以把 那個反對他的人 跟擁護洪秀柱的人 跟新黨力量就合而為一 在做基礎上來分配席次 我的建議這樣子 志強 我其實還蠻認同 那個小平議員的看法 但是 我不是在講選舉 而是說 你們國民黨 到底在幹嘛 我要講一件事 坦白講 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我一直是很堅定 是把我的想法 相信的東西傳達給大家 那大家接受不接受 我覺得都是讓每個人來檢驗 那我一直認為國民黨現在 確實比較大的問題 是在於說中心的理念的 換散 那中心理念換散 中心理念真的那麼難找回來嗎 我的看法不一定跟在座 每個人都相同 但是我相信 我們都有一個公約數 所以我常常在講 你看 不講國民黨 講藍軍 藍軍常常就會有種情況就是說 我們在界定本身意識形態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服務員是比較窄的 所以因此當同樣是大的帽子叫藍軍的時候 你的服務員左邊一點的話 我就認為說你跟我不同國 右邊也跟我不同國 所以你看藍軍一直在每次選舉當中 都是跟綠軍是所謂的分裂傾向比較大的 那這是一個所謂的選舉上的一個現實 可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每一個人對自己的意見 其實信心度不夠 可是現在你會發現說 現在其實國民黨常常就是為什麼 因為怕選票掉 所以不敢講自己主張 所以國民黨裡面很多人自我閹割 覺得這樣我會選不上 因為現在在臺灣的主流 主流就是要偏賭一點 所以我只要感覺上 我有一點傾向我支持統一 或有反對臺獨 我就選不上 所以就自我閹割 是這樣子嗎 董哥 國民黨到底生了什麼病 國民黨因為想拿回政權 所以就病就很嚴重 病情不清啊 他想說我要拿對方的票 對方的票他拿得到嗎 從李登輝時期的國民黨 到馬英九時期的國民黨 到現在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 其實臺灣的情況 他比較特殊 就是說臺灣的這種傾向 很容易受媒體去左右 那媒體他有 臺灣的媒體大家知道 那些報紙就是去炒地皮來搞台獨 那那些不要臉的老闆 每天都在幹這種事情 那把這事情荒大以後 就很多人就會 就有那種傾向 就覺得說 我不要去得罪這個媒體 那變得就是很多政治人物 往這個左向 那這樣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國民黨就覺得說 好像媒體都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沒有自信了 他就變成沒有自信了 那他一心要贏了政權 又要想拿對方的票 他根本沒有那個實力去拿對方的票 你是在說馬英九嗎 可是他又沒辦法廣固自己的票 不敢大聲講出 最強不要笑 就是在講馬英九 他七百六十五萬票當選以後 整天去討好民進黨跟綠營 連教科書都不敢改 就是馬英九 對我們來講 最重要是憲法 憲法怎麼講 你就應該怎麼做 但是憲法 大家也都知道是統一的憲法 連民進黨都不敢否認 連謝唐廷都認為說 這個憲法是一中的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當然是一中的憲法 當然是要統一啊 可是就不敢講 認為說那會沒有選票 為什麼會沒有選票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憲法不是那時候 李登輝帶領民進黨的國大 然後把他修出來了嗎 六次修店 民進黨是跟國民黨是合作的 當時李登輝還口口聲喊 中國要統一 是啊 然後你可以看到 那時候李登輝還用國統會 國統會民進黨的主席 黃新介還是裡面的副主任委員 康寧祥還是委員 我們節目也把很多次 都把國統會的步驟 裡面的文字 白紙黑字的介紹給大家 那民進黨是贊成統一的啊 因為他也參與了 而且他也參與了修憲 所以這個歷史是不能忘啊 那為什麼大家不敢講 不敢講是因為沒有信心 可是今天臺灣人 當然就是中國人 那你身為中國人 你需要沒有信心嗎 我們來看看 中國崛起是事實 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而且將來的崛起之事 會越來越陡峭往上 大陸經濟將 將馬上就會超過美國 再也沒有人可以欺入中國了 我們來看看世界五百強的企業數 中國將會超越美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翹說 中國企業進入財富世界五百強的榜單的企業數量 有可能在未來的三年五年之內就超過美國 我們當然可以檢驗他講的他的預期會不會對 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李晶說未來三年大陸的消費總額將會從四兆美元攀到六兆美元 相當於提升五十百 那你增加的這兩兆美元的增長額就幾乎等於是整個德國的消費市場那麼大了 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他當然他跟北京沒有關係 英國的金融時報他說 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這些企業在今天或許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企業 但新一代的競爭者正從東方出現 哪個東方呢?當然是中國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小米不僅正在引領市場 而且在創造市場 你知道從行銷上面來講就你有一個市場 然後你去填補那個市場去滿足這個市場這是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你引導這個市場稍微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那更高端的叫做創造市場 本來沒有市場你硬生生給他創造一個市場出來 他認為大陸的很多科技公司現在正在做的是就這個事情 好另外一個觀察點是產業鏈向亞洲傾斜 亞歐集團的聯合創新工廠董事長李開副 他發表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的白皮書 他說中國將會成為全球人工智慧大國 北京會成為矽谷那種級別的AI創新中心 會超越多倫多 Montrail跟美國的紐約 另外一個英國經濟學者羅斯益 他寫由於代表西方發達國家的G7 他的經濟發展陷入長期的新平庸 就是什麼他的線條是這樣子的 他沒有上去所以叫做新平庸 經濟持續低迷相反的一直保持穩定發展的大陸 趁勢崛起有可能在2050年成為世界經濟當中最重要的中心 然後另外一個觀察點是很多人估計大概到2020年大陸GDP會超越整個歐盟 然後在2029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經濟體 所以師誠這樣中國人還不能夠成為驕傲的嗎 去年中國大陸的GDP11.2兆美金 今年預估會到13兆以上的美金 請注意美金折合台幣是300多兆 今天抛個議題夾帶在公投法的翅膀上 我們來反貪腐好不好 我們來反核式好不好 我們反東反西為的就是什麼 透過公投法 然後把這個台灣社會變成這樣 對立的